先說如果你是想要來看瘋狂吐槽 開噴的影片的話 那這一支影片應該不適合你 雖然還是有一些吐槽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米甘 Kamen Rider Giz 完結後的番外篇 Kamen Rider Giz 加碼頭 Away King 也先行推出一段時間 也看到很多人希望我談一下這一部番外篇 雖然不知道是想要看到瘋狂吐槽 抓出缺點 還是想要看我仔細談一下 反正一樣還是 該詳細的地方詳細 該吐槽的地方吐槽 那麼就先說一下我對這一次番外篇的感覺 其實就是你對於Kamen Rider Giz 他的整體世界觀以及人物設定 有多少了解以及有怎樣的看法 會很影響到你這次的觀影體驗 而這一次的劇情層面終歸終局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反轉 但也不難猜到 整體又是假面騎士平成之後 一直都在碰觸的議題 那就是種族 兩個互相歧視 身分不對等 甚至互相憎恨的族群 究竟有沒有辦法共存 但很可惜的 這一次的玩法讓這個議題討論成為了槽點之一 不過對於整體世界觀的設定補足 和故事的收尾 我都覺得蠻不錯的 那麼接下來就是簡單帶過一下劇情 和吐槽再來談一下我的感想以及吐槽 先從Kamen Rider Giz的世界觀開始說起 地球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 受到了變異植物的支配 面臨危機的人類 產生了一次進化 變成了意識體逃到了宇宙 進入宇宙中的虛擬世界 也因為沒了肉體需求 娛樂也成為了他們的糧食 也開始打造各式各樣的娛樂節目 從中也誕生出了設計理想形象的技術 以及利用地球上變異的植物 設計製造出了怪人 利用技術到過去的時代 選上當時的人們 進行只有一位優勝者的遊戲 以人類的慾望為看點的 Dezaya Grand Prix就此誕生 原本的優勝者都是給予代表榮譽的金幣 然而在某一屆身為節目遊戲想導的 女子Mizme 與當時代的人相愛 誕生出了兒子S 然而也因為觸動了競技 節目的營運方將她抓了起來 並且只使用她的能力 將遊戲的獎勵從金幣 換成了可以取下一個願望 而實現那個願望的能量 就是從所有的淘汰者身上獲取的幸福能量 而失去媽媽的S 就這樣在不斷的輪迴中 一直獲得S的名稱 並且因緣機會下參加了 Dezaya Grand Prix 之後經歷了好幾次轉生 成為了好幾次的冠軍 為自己許下了願望 就這樣經歷了2000年之後 這一次的她名為服飾營獸 Ukiyo S 在高中的時候被選為參加者 並同樣以尋找媽媽為目標 這一次第一次獲勝 許下了一定會被選為參加者 之後也成為了不敗的衛冕者 許下了各種別人會覺得奇怪的願望 而遭到主辦方注意 而她也察覺到了主辦方的依樣 決定靠近主辦方一探究竟 也與這一世的參加者們 一起慢慢的接觸到了節目的真相 而有些人無法接受 把一切的錯都怪到創世女神 也就是S的媽媽 Mizume身上 有人認為只要沒有自私的慾望 沒有人去參加遊戲 就不會有那些悲劇發生 有人為了得到世界上所有的知識 開始對怪人Gamato產生濃厚的興趣 也有人發現自己根本不是人 之後Gamato在研究之中逐漸進化 變成會感染他人死人變成Gamato 也成為了最終悲劇的導火線 而營運方也利用這電 慫恿了一位參加者鏡河 打算將現在的翔導Zumuri 抓來變成新一任的創世女神 最後因受覺醒為神 並且在其他參賽者同伴的努力之下 成功擊敗了營運方 也化解了裡面的權力鬥爭 之後還以神的身份 擋下了一次未來人毀滅世界的危機 而在這次的節目遊戲中 有一位參賽者 無期到長 Atsuma Mijinaka 曾經在被擊敗之後活了過來 導致身體被侵蝕也有一半被怪人化 另一位五十零大智 意思是戴吉 在研究Gamato的途中 也將自己變為怪人 之後他被擊敗並被感化 開始研究並教育那些怪人Gamato 而在途中誕生出了兩個特殊的存在 擁有人類情感的Gamato 裡面分別為一男一女 被稱為國王和皇后 大致也希望他們作為最初的新型Gamato 能夠學習人類的情感 逐漸融入社會 他們也可以變成人類的模樣 這次的故事就由此展開 皇后的Gamato順從的指令 維持著人類的樣子融入社會 感受到學會了愛情 並且與能夠接受自己怪人身份的人類 結婚生子 成為了人類與Gamato能夠生小孩的首例 國王的Gamato那邊 因為認為人類只會敵視Gamato 並且對人類抱持著極大的憎恨心 想創造只有Gamato的世界 即使在看到皇后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依然沒有消除她這樣的心態 然而皇后和人類誕生出的小孩成長速度太快 不到半年就有如十歲小孩 為了避免讓人覺得怪異起疑心 他們也住進人烟稀少的舊公寓中 也讓小孩待在家裡不要出門 夫妻倆也辭掉原本的工作 開始以擺攤為生 然而因為舊公寓整修的緣故 小孩擔心自己住的地方會被拆掉 時常出現在施工人員的附近 也被誤以為是幽靈 傳出謠言 某天道場因為工作跟著來到這邊進行維護 看到了小男孩 也在詢問後得知了他們是來進行維護的就離開了 就在這個時間點 一位看起來就不像好人的警察 接觸到了警和和迷音 詢問他們有沒有看到一位小男孩 而在警察離開之後 警和和迷音到了謠言的事發地遇到了道場 並且找到了公寓那邊 發現剛剛遇到的警察早就找到這邊 還帶著庭內會長副會長 以及同棟的鄰居們 來找夫妻兩人 也因為他們才搬來半年 從沒有小孩到有一位10歲大的小孩 令人產生懷疑 那位警察就直接說很可疑 要把小孩直接帶走 皇后為了搶回小孩手就變回原型 也讓包含警察 庭內會長副會長 開始害怕的大喊怪物 警察還舉起了槍 為了保護家人 丈夫挺身擋在前面 而他們在什麼都沒有做的情況下 警察就直接開槍把丈夫射死 要說是因為害怕而開槍嗎 而他也在自我安慰那是正當防衛 但因為心愛之人死亡 皇后直接暴揍 把警察打暈之後 直接轉身去襲擊其他市民 對 只有打暈 而警和等人健壯已趕快變身 阻止皇后繼續暴揍 而在面對因為愛人受到莫名其妙的射殺 而感到悲傷憤怒的皇后 警和他們應對的方式就是 不管理由是什麼 都不能讓他繼續危害他人 而與他展開戰鬥 而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出現白色頭髮的陰獸 說要阻止讓世界滅亡的主婴 於是變身成金色的Giz 與警和他們戰鬥 他們也很快的發現這位陰獸怪怪的 很快的這個時代的陰獸趕了過來 與金色的Giz展開戰鬥 之後還被帶到了另一個空間 展開談話 警和一行人也來到了平常遊戲的休息室 在那裡未來人的貝羅巴出現 兩兵也都開始解釋這一次的設定 除了解釋未來人是如何誕生以外 再來就是這個時間點會產生分歧 會影響到一千年以後 誕生出Gotto Giamato 有如神一般的怪人存在 不僅僅是現實世界的地球被毀滅 就連未來人所在的元宇宙都被入侵 並且遭受到全數滅亡 只剩下身為神的陰獸 和被託付的貝羅巴逃了出來 而一切的源頭就被指向 目前進化的皇后Giamato 對也沒有人去思考國王Giamato 和小孩的可能性 而千年之後保持神性的陰獸 就是要回到這個時間點 產出造成未來危機的危害 一開始他是認定警和他們 因此對他們出手攻擊 之後又認定是皇后 因此也開始追擊 而逃走之後的皇后和小孩 被國王Giamato找到 開始對皇后勸說 人類與Giamato不可能共存 該被震恨的是人類 之後利用理由把小孩支開 並讓兩個手下去追殺小孩 想藉此讓皇后崩潰 但被剛好路過的道場所救 然而在同一時間 警和他們發現了 體內會長和副會長的屍體 才想到當初的警察 會長副會長 可能都是怪人變的 於是順著他所發出的情緒波動 前往他的位置 另一方面 道場在與小孩溝通之下 決定保護他 卻又被未來的英獸攔截 雖然嘴上說要殺掉皇后 但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跑來找兒子 還出手打了起來 為了對抗金湖 先是被羅八出手 想要將道場變成完全的怪人 之後又在道場的祈願之下 現在的英獸回應了他的願望 將他的力量形成一個配件 變成了新型態 但依然無法擊敗金湖 不過也撐到了英獸掙脫束縛 兩個時間點的英獸就打了起來 讓道場能夠帶小孩去媽媽那邊 而錦和和明英找到了皇后 告訴了他真相 發現了國王才是始作勇者 殺害他丈夫煽動群眾的 警察、會長、副會長都是怪人 於是決定齊心協力 對抗國王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 錦和和明英變身之後 負責打雜兵 讓國王和皇后單獨對決 理所當然的皇后戰敗 之後在道場趕到之後 又在三人齊心協力之下 擊敗了國王 但皇后重傷身亡 看著重傷死亡的母親 小孩不顧道場前面的心靈開導 不顧母親的最後願望 直接因為情緒力量爆發 想要毀滅世界 然後這個時候金虎又跳出來 啊原來他才是毀滅世界的元凶 決定要下審判 被現在的英獸擋了下來 還帶著嘲諷的語氣 嘲笑相信人類的英獸 而面對暴走的小孩 道場前去安慰 並且決定照顧他 這件事才告一個段落 然後未來的英獸被縮繳了一下 就欣然的回到未來 還說未來已經改變了 而Giz的故事就到這邊完結了嗎 這次的情節是接續著TV版甚至是劇場版之後 更加補足了原本的設定 雖然也只是知道了地球毀滅的原因 是變異植物造成的 但因為TV版的設定和劇場版的設定 一邊表現得好像他們的世界是虛擬的 或者是平行時空 而一邊又表現得 那些過去的世界會影響到未來 像是世界毀滅未來人就不復存在一樣 而未來人所待的世界 算是一個意識空間的元宇宙 那麼這樣就產生出了兩個假設 一個就是他們所穿越到的過去 確確實實會影響到未來 也就是他們所帶回去的Giamato 變成了毀滅世界的原因 另一種就是他們都是異識體 而裡面產生出的Giamato小孩 之所以能夠對異識體的元宇宙展開攻擊 也是因為他們原本就處在異識空間 不論如何都是未來人所搞出來的 而這次的情節主要是圍繞在 Giamato進化以及怪人與人之間 兩個不同種族是否能夠共存 但這部分就會帶有很多巢點 而這次有很多反轉情節 但其實從一開始就表現得非常明顯 所以沒什麼驚喜感 像是打從一開始就看得出來 警察和會長副會長有問題 國王Giamato本身就不懷好心 而後面反轉一切都是他搞出來的時候 就只會讓人覺得 哦果然如此 我早就猜到了 結果都是自己人搞自己人 也沒有任何人類實質上去破壞他們 那想要消滅人類的動機就非常的微妙 也因為造成衝突的原因 就是國王自導自演 然後國王的實力其實也不這麼強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什麼危機感 衝突感也沒有那麼強烈 導致整體來說感覺很平淡 另外也比較多重點圍繞在道場身上 其他人的成長基本上都已經結束 雖然也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歡道場 但還是得說 道場從一開始的不信任他人 否定個人慾望 認為不去所求就不會造成他人不信 進而造成更多悲劇 之後願意相信他人為他人而戰 一直到這一次 接受自己的負面身份 同時是人和Giamato 並且學會與他人共感 讓他人相信自己 同時也理解了用關愛的方式化解仇恨 這一次的情節鋪陳算是中規中矩 問題很明顯在某個人身上 其他也沒有什麼太差的地方 至少我個人感覺是這樣 而這一次最大的看頭就是戰鬥層面 保有Giz本身的動態運鏡風格 加上版本導演的打戲風格 可以說每一場打戲都非常精彩 就連錦和迷音 跑到敵人所在地時 也有用肉身戰鬥一陣子 白狐和金狐的對戰 更是可以說滿滿的視覺享受 儘管不看劇情 單看打戲的話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部作品 那麼再來就是潮點部分 為什麼前面解析的部分沒有提到金狐呢 因為這一次最大的問題點 全部都在他身上 甚至說可能沒有他會更好 這邊先帶過一下金狐的設定 簡單來說就是成神之後 千年之後的應收 說好聽一點嗎 是看盡了 千年之間的人性醜惡 進而對人失望 講難聽一點嗎 就是一個活太久不知變通的老人 要解決問題源 這點我懂 但問題就是 你不是未來人嗎 怎麼目標一個一個換 甚至不知道成為Goto Jamato的是小孩 雖然這部分有很多可以解釋過去 像是未來被改變 或者是觀測不到等等的 但既然能改變 怎麼都只想著去消滅呢 並且回到了過去 對於過去的夥伴們 完全沒有任何溝通的想法 所以過了千年 對他們也沒有一絲留念嗎 簡單來說 這一位千年後的應收 完全聯想不到他就是應收 看看目前正紅同樣活了千年的老人 差別是多麼之大 而過了千年之後 除了思想固化之外 連原本沉著冷靜 老謀勝算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那種感覺 完全消失不見 變得自說自話 甚至瞧不起他人 你要加一位新角色進來製造衝突 這一點沒什麼 結果是拿舊角色的延伸 並且創造出一個跟原角色 個性設定本身八竿子打不上的角色 結果金虎除了帥以外 基本上好像就沒什麼優點 但至少作為負面角色來說 他的氣場一直都在 也並沒有被教訓之後就變得滑稽 如果他的設定不是應收 那這個角色設定其實還算不錯 而在國王和皇后加碼頭身上 能夠看到他們一直對於 人類與加碼頭的關係 感到恐懼與害怕 但皇后有人能夠接受他 並且珍惜那個幸福 所以他跟老公生孩子的過程 是用人的形態還是加碼頭的形態呢 而國王則是一直抱持著毫無理由的憎恨 甚至不惜將皇后拉下水 這原因可能也有很多層面 一點就是明明是皇后 卻根的不是他 第二點就是無法放下種族仇恨 以及自身的仇恨心 確實這樣的收尾有很重的完結感 也不知道如果要接下去還能夠有什麼樣的故事 雖然也不能說是沒有 這次的情節上面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聚焦在牛、稻腸身上 或者是戒子一貫的風格 並沒有太強烈的情緒堆疊 很少有能讓觀眾有亢奮的情緒 整體表現非常中規中矩 最終人類和加碼頭究竟有沒有辦法共存 因受千年之後會不會又變成那副鳥樣 之後地球是否還是會滅亡 總之未來的人類還是變成異式廷 那麼這支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分享訂閱以及加入頻道會員 也可以追蹤我的FB粉專和X推特 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使用 超級感謝支持一下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